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达纳以北的海底发生40年来最强烈的8.9级大地震,随即引发全球百年来最大的海啸,印度洋发生海啸,也称为南亚海啸。 在这场大海啸中,印尼受习最为严重。 据印尼卫生部称,该国共有238945人死亡或失踪,已经确认死亡的人数达到11171人,失踪人数则为127774人。 继此次海啸之后,印尼又一自然灾害来临。 2017年9月22日,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将巴黎岛上阿贡火山的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等级,表示这座火山可能即将爆发。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态,全境有近130座火火山。 巴黎岛是印尼旅游胜地,阿贡火山海拔3031米,是巴黎岛最高峰。 阿贡火山上一次喷发是在1963年,当时它数次喷发,持续至4年,造成大约1100人死亡。 自今年8月以来,巴黎岛阿贡火山地壳活动持续增强。 8月中,火山活动开始增加,随后出现下降,后来火山活动再次增加。 近日,阿贡火山一天内发生500起震动,而上周每天仅发生2起震动。 据当地报道称,因印度尼西亚巴黎岛可能发生阿贡火山爆发,已疏散了近6万人。 当地政府已经在巴黎岛上实施了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截至10月1日,提醒大家去巴黎岛旅游的, 避免在以阿贡火山火山口为中心,半径5.6英里和9.01公里的区域内活动,以免受到火山喷发波及。 除了这一限制区域,巴黎岛的旅游区目前安全,预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第一时间与总领馆联系。 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馆总领馆对外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09,00,11,30,14点到16点周六,日几百病节假日休息总领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加6281239169767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861012308,加861059913991。